第三章 武力统一 强扭的瓜布田 写到这一章的时候 我发现中国真是太幸运了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就灭六国统一了中国 虽然之后分分合合 也没少了兵荒马乱 但是总体来说 中华民族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 由于国家足够大 资源足够多 中国人在天然屏障的庇护下 过着自己自足的日子 在德国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汉学家埃尔克斯看来 中国人和平的特性是一种能力 也是一种必要 因为对农业生产 特别是水稻种植来说 灌溉系统至关重要 而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修筑大规模的水渠和堤坝 需要全村甚至临近所有村庄之间的合作 一句话 和平符合大家的利益 欧洲就不一样了 欧洲实际上是亚洲大陆西部的半岛 大迁徙中的各民族到了欧洲之后就没有了退路 所以只能在这里决一死战 贫瘠的土地是欧洲人难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在这种情况下 你争我夺 有你没我的思想成了主导 这是欧洲的历史特别血腥和野蛮 第一个有计划用武力统一欧洲的 我前面在宗教那一章已经提到 是法兰克国王后来的查理大帝 这也说明基督教的历史 其实也是非常暴力和血腥的历史 对了 你们知道查理大帝是哪国人吗 不知道没关系 因为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公元八世纪九世纪的时候 欧洲的主权国家还没有形成呢 今天的法国和德国都争着当查理大帝的祖国 法国人说他出生在今天的法国境内 实际上查理大帝的出生地不祥 只能说在罗瓦尔河和莱茵河之间 德国人更是当仁不让 毕竟查理大帝定都亚琛是今天德国的地盘 这个例子很典型 其实最近几百年的欧洲历史 就是一部德国和法国争作欧洲第一把交椅的历史 我在宗教那一章提到了1618年爆发的30年战争 当时德国还不是主权国家 今天德国的土地被大大小小的诸侯割据 在那场战争中 天主教和新教打了个平手 但是诸侯战胜了皇权 德国土地上的割据状态持续了下来 法国趁火打劫 想借此机会称霸欧洲 18世纪上半叶 法国殖民地遍及全球 凡尔赛的宫廷生活成为全欧洲的样板 18世纪中叶 法国与英国争夺殖民地的七年战争 使法国元气大伤 由于刚刚从各路诸侯中脱颖而出的普鲁士 站到了英国一边 而普鲁士又可以被视为德国的前身 所以七年战争使德国和法国结下了不解的冤仇 19世纪初常识武力统一欧洲的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 他终于报了七年战争的一箭之仇 把普鲁士打得落花流水 拿破仑联合德意志各诸侯成立莱茵联邦 加上法国 包括今天的法、德、和比卢以及部分的意大利 可以说查理大帝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欧洲联盟 拿破仑缔造了第二个欧洲联盟 不过这两个联盟都很短命 之后是普鲁士迅速崛起并完成统一德国的大业 在统一的过程当中 普鲁士击败了法国 在色当战役中升勤拿破仑三世 1871年1月18日 德皇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靖郎 自封为德意志皇帝 这就好比日本天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登基仪式 是可忍孰不可忍 德国还生生从法国手里夺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 为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 下一个试图无力统一欧洲的是希特勒 我在书中花了十页的篇幅 讲述希特勒奇人 煽动家 狂人 还是脑残 德国第三帝国的军队 在二战头两年势如破竹 仅用六天的时间便占领了法国首都巴黎 不过希特勒重复了拿破仑的致命错误 敢于向俄国人叫板 1941年夏天 德军大举进攻苏联 德国士兵甚至没有带过冬的衣服 准备最迟在秋天凯旋 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 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成了希特勒的滑铁卢 从查理大帝到拿破仑 再到希特勒 一次次统一欧洲的军事尝试 都以巨大代价而告终 希特勒与其是想统一欧洲 不如说是奴役 当欧洲被战争变成焦土之后 战后的第一批政治家 走上了政治融合的道路 都以巨大代价而告终一欧洲的军事尝试 都以巨大代价而告终一欧洲的军事尝试